HELLO 大家好 我是女熊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要來久違的淘寶開箱 那今天我想拍這一集呢 是意外的 因為其實我很久沒拍片了 因為我最近在準備學測 我也不知道這部片什麼時候會上 但是因為我最近要出去玩 所以我買了一大箱的淘寶 然後想說就是可以開箱給你們 然後到時候再看什麼時候發布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箱我們的淘寶吧 好 然後很巧的是呢 這次買的公斤數呢 跟我第一支淘寶開箱的影片的公斤數是一樣的 也是1.16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點這邊 應該是這邊 然後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影片 那就開始拆 因為其實我很訝異 我在買這個淘寶的時候呢 就因為有點小級 差不多兩個禮拜的時間吧 那光下單跟在大陸那邊運送就需要時間 送來台灣也需要時間 所以我其實很怕我會來不及 因為我是出去玩要穿的嘛 這次主要都是買衣服 然後有一個手機殼 那這邊的部分呢 就是我是使用4px 我忘記我上一次淘寶開箱有沒有講 就是我上一次使用的是圓童 就是他們的官方的吧 然後那時候就有點小差 他們的服務啦 就是有點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說我下一次還是會使用4px 就是跟第一次一樣 所以這次呢 我就是用4px機殼呢 機殼回來台灣的 對 那 呃 價錢當然是比較稍貴 但是因為我真的蠻急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錢就是可以花這樣 然後呢 這次買的 我忘記是幾家的東西 好像也有耳環 然後也有手機殼也有衣服 啊 主要是衣服 好 首先第一個呢 是這一個 呃 它寫的是三件白色 黑色跟粉紅色的衣服 對 呃 直接被我暴力拆開了 呃 這一件是黑色的 黑色的 欸 我買了什麼黑色的衣服啊 喔 我想起來了 背心 就是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穿這種背心嘛 然後 呃 我沒有那種 就是 呃 怎麼講 有點T恤類的背心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黑色的 所以我黑色白色這種白搭顏色的衣服算蠻少的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這個 這種的 背心 它是無袖的 然後就是可以配我之前買的 呃 一件牛仔褲 找給大家看 欸 好像拿去洗了 對 然後就是很好看 也是在淘寶買的 上次忘記開箱給大家了 對 然後就是覺得這裡應該配那個牛仔褲應該很好看 所以就買了 再來呢 這一件 這個是襯衫外套 其實最近很流行這個欸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種有點半透明式的這種 呃 襯衫 但是它是拿來當外套 像我現在今天穿這樣 呃 給大家看我今天穿這樣 就是我穿白色牛仔褲跟這個背心 那其實這樣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襯衫來做外搭 就是 呃 比較不會那麼 呃 怎麼講 有點類似防曬 然後又有一點 有穿外套的感覺 然後 它是差不多像這樣 披著嘛 很像很有氣質這樣 就像這樣 有沒有 就是 大概這樣的感覺 然後它是襯衫 又半透明 然後可以防曬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樣就是很好看啊 不管怎樣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穿這種背心 所以就搭這個很好看 然後呢 再來是最後一件 最後一個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我最近非常喜歡的那個背心 因為我最近 呃 就是很喜歡調紋 不知道為什麼是今年流行吧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 這個 小小的背心 但它這個是比較短的 我這個是比較可以扎到裡面的這種程度 可是 它這個是比較小可愛式 然後會露肚臍的這種 對 然後再來就開別的吧 這個是 手機殼 那其實大家知道 我換iPhone之後 我就是用那個嘛 犀牛盾 那其實犀牛盾最近就有一點脫皮 我就覺得 有點醜 所以我就上網買了幾個手機殼 那目前已經有 之前那個 喔 水米桃那個 然後還有吐司 那這個就是我第三個殼 然後 賣家很貼心的 就給我一個防塵袋 然後把手機殼裝在裡面 然後這個是 有點墨綠色的 對 大概長這樣吧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這一箱 這箱已經有點壓扁的狀況 因為它很輕 所以很輕的東西 那個 集約傷的部分 可能會比較 稍微沒有那麼去注意 因為可能覺得 沒那麼重要吧 我很太確定 那我們打開 這個我猜應該是 二環 那其實我很想要馬上帶給你們看 這個 它有用這種泡泡紙 喔 裝起來 對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是耳垂耳環 然後 耳垂耳環就是 怎麼講 因為我很想要裝褲 因為有時候穿黑暗 就是你們可以看我IG的版 就是有點黑暗 那我就想要就是 呃 有點酷酷的感覺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耳垂耳環 耳垂跟耳夾 呃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反正就是 它這個部分是用夾的 然後一個部分是用耳環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要帶的話 可能要點回來 我不知道它是發錯還是怎樣 就是讓我覺得 好像兩個都是耳夾 不過應該不是啊 就是 反正就是它一種 呃 我把那家的圖附在這邊 給大家看 那它就是 呃 一邊夾著這邊 然後一邊夾著這邊 然後就會有點 這種感覺 是不是很酷 超想要很久了 那這個其實也沒有到很貴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今天所有的雙品 我都會把它們的連結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去參考 然後最後也剩下兩個東西了 太好快了 最後這個應該是襪子 因為 其實我之前都沒有在穿長襪 然後我朋友就會說 欸你你這麼 長這麼 有點偏韓系的 就是我不太會穿那種 Trap還是什麼的 但是 就是很常穿暖色調的衣服 那 就是像今天我可能穿這樣 然後就會說 你怎麼這樣 這樣穿還配個短 短襪之類的 那你就買了一個converse 然後就穿短襪很奇怪 所以很多人都推薦我去買長襪 那我今天呢 就在淘寶上面 訂購了幾雙襪子 那其實 我覺得 就是淘寶的襪子啊 就 便宜好穿 那襪子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需要償款 所以我覺得 呃 就買 我個人是覺得買便宜就好 但是我也是有幾雙是比較貴的 就是那些運動牌子的 什麼Nike 愛迪達的襪子 對 然後它是用一個這個 紙袋裝 然後它寫 Thank you 在這邊 對 然後裡面的襪子 就是這些 呃 這個是有點 就是酷酷的嘛 有點黑暗 就是這種 它是這個 招財貓的 然後再來是 這雙 這雙就是普通的長襪 對 就是 它大概是中筒的吧 對 然後再來這雙也是 我買兩雙 白色的是 有點條紋的 因為我想要配我的阿乾鞋 所以我就買條紋的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是愛心的 然後這個是白色愛心的 對 那我大概就是買了這幾雙吧 好像沒了 然後 最後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我看看 喔 這個是我買的套裝 因為我其實很不會搭衣服 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參考網紅 或者是 呃 賣家自己搭好的 然後就買整套下來 那這個就是 呃 賣家自己搭好的 然後我就買整套下來的這種 然後這個是 呃 大家說什麼 最近很流行的 軍律嗎 或是工裝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不算工裝 就是 比較 比較酷的 嗎 就是我也不太確定 那這個就是 一開始就是軍律了 這一件應該是酷 因為我其實 呃 那時候在想要買什麼的時候 就有想到 可是我又怕我自己不適合 因為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偏 偏 穿比較甜美可愛 想到嗎 就是比較 小孩子 嗯 軟妹型的 不太適合這種 酷酷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了很久 但是還是想要買買看 所以就買了 然後這個是 這是褲子 對 它沒有探過 所以有點皺皺的 褲子 然後搭配了一個 像皮帶的東西 但它是那種 很像安全 很安全帶的東西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它的 呃 這叫什麼 襯衫 對 就是我最近很常穿一個 花襯衫 然後最近應該也算是 流行花襯衫的時候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襯衫 然後它不算是花的 但是 呃 就是圖案是這種 對 然後也是就是當 外襯這樣 我今天穿這一件 然後一樣也可以用 這個 就當外套 就像那個第一件的那種襯衫一樣 就是可以當外套這樣 給大家看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對 可是這個是短的 就有點 其實我覺得這樣 其實有點不太搭啦 但是如果說要這樣穿 好像也是可以 對 然後我裡面可能就是 出去玩的時候 打個黑色的在裡面之類的 對 然後就是想要有 這樣子的感覺 那今天的開箱大概就只有這樣 嗯 對 那我今天的開箱到這邊 最後呢 就 呃 跟大家說再見 因為我應該 凡時間內不會回來 那我也不確定這部影片 什麼時候會上 不過就是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 自己也在買東西的快感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做淘寶開箱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方幫我點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 也可以持續追蹤我 然後到我的instagram 然後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個節目 就是要放在這裡 我們下一個字幕 就有點說 才會在這邊 可以加標